好,我們要繼續做一些題目來練習 之前先要告訴你,未來考計算你需要注意的事情 第一個你要曉得,我們的比例是糖跟糖水的比例 我們分母要放的叫做糖水 文言文叫做溶液 我們不是要放溶濟,不是要放水 要注意的是糖在糖水的比例,不要放錯了 不要放錯,我們基本上容易是均勻的混合物 所以一大缸20%挖出一小杯,那小杯還是20% 取出的時候濃度不變,這種題目就不用算 可是也考過很多次喔,很簡單不用算 原來20%挖一杯出來還是20% 加水稀釋的時候,老師的交法叫做找到不變找到相等 那誰是相等的?糖水加了水誰沒有變?糖沒有變 所以我就寫個等式,左邊的糖等於右邊的糖 過去教書的時候,我請學生上黑白算 他們通常都是用補習般的教法算兩遍 先算第一次才會濃度,再算一次 中間還是用到那個糖不變 但是他寫了兩道算式,我也沒有意見,所以算就好 OK 那如果題目有提示你,我最多100克的水最多只能溶10克的鹽巴 或者我告訴你,我百合的濃度是15% 計算前或計算後,最好在計算前,最起碼要計算後 檢查有沒有超過,會不會全融? 我告訴你,100克的水最多只能溶10公克 我現在給你200克的水,給你30克的,會不會溶? 不會,不會溶 要注意有沒有全融,OK? 第一個,就簡單基本代工式的問題 20克的白糖,融在180克的水中,融入多少? 就是簡單最基本的題目,代工式解決 但是要注意,分母要放的東西叫做糖水 所以往裡面帶 下面要放的是糖水溶液,上面要放的是糖溶子 這裡叫做糖水,叫做糖加水 所以這邊的糖有多少?20,水有180 所以我們下面要放20加180 不是放180,是要放20加180 叫做糖水,糖加水,中有多少的糖 然後再據數學要求要乘100%,認真努力就把它算出來 實在太困難算了 所以答案叫做A OK嗎?OK 很好 那這個呢? 這個呢? 這裡有一個小問題 就是我們 這個融解度給的是100克的水溶,25克 當你想要把它轉成重量百分濃度 你要注意一件事情,什麼事情? 他們的分母不一樣 這個分母是誰?100克的水 這個分母是誰?100克的糖水 OK? 注意分母不一樣,但意思跟剛才是差不多的 意思跟算法,意思跟剛才差不多 平車戰界問,這個濃度無多少呢? 來,可愛小女生無哦? 無... 13 沒有13 那你幫有15嗎?也沒有15 你幫女生真稀少,9號 你的答案 9號,Please Stand Up 你的答案 20 百分之二十 請坐下 你的答案叫做百分之二十 下面要放的是糖水 上面要放的是糖 糖 糖水就是糖加水 給我的是100克的水 最多容25克 所以糖水有多少? 25加100 要注意 要放的是糖水 剩下就是簡單數學 不會做的不要找我 找可憐的數學老師 百分之二十 答案就算完了 這個 這個就是簡單、基本、代工式 求重量、百分濃度 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分母要放的叫做 糖水 容易 不是放水 你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簡單小問題 OK嗎? OK